超市里未抢食物 两名男子一眼不合 拳脚相向 气氛火爆 不只买菜出拳 上海一群年轻人闯入餐厅 找上正在用餐的外国人 只因为不满疫情 当下他还能开心去餐 什么打成一团 到上海进入两阶段封城 民众疯狂下单 采买生活用品 各大电商平台大爆单 快递小哥忙昏头 说除了吃饭睡觉 其他时间都在送单 而且很多社区不让进 只要放在外面 也不用爬上楼更好转 上海以黄浦江为界 划分两半 28号到4月1号先封浦东 4月1号到5号再封浦西 空拍画面中 昔日车水马龙的街道 罕见的变身空城 浦东的道路和桥梁上空无一车 只有临时架设的检查哨 一名女子刚割完双眼皮 就被隔离在社区里 眼看过了拆线的日子心急如焚 原本医生要把刀片寄给她 叫她自己拆 她怕拆坏 医生之后带着工具 隔着栅栏拆线 由于上海浦东新区 是金融重症 从证券交易所 银行券商到基金公司 连夜展开金融保卫站 员工拉着行李赶回公司 准备长期抗战 准备而且都挺乐观的 因为我们这种工作 交易系统又不能放开的呀 而受到大陆疫情的影响国际油价 则中错了约7% 记者综合不倒 海水层生成机 可以及时补充抗菌液 而且三分钟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层 一瓶电解液 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层 与病毒还有细菌作用还原成水 所以是不障害环境的 一天使用200次也没有问题 可以上快点购下单购买 给大家看